全香港社會對於中央支援香港抗疫 從物資到建築方艙的設施 以至派出的內地醫療團隊來香港 我們必須感應 對於內地的醫護人員千里迢迢來到 放下他手上的工作 離開他自己的家人 來為我們服務 我們應該感激 對於他們來到這個工作環境 要重新適應 我們致以萬分的感激 早前醫管局和內地先頭部隊 已經有了一個共識 是用協作的模式 或者人形容為一個混合的模式 而不是將某一個醫管局的醫療設施 全部交給內地的醫療團隊來做 所以在這個協作的過程中 當然會涉及一些分工 有時候這些分工 他們自己兩個的團隊 大家同意了 我不覺得應該由外面人 單單看著一張紙 來評價應該是怎樣 我亦都覺得所有醫護人員 無論是內地或本地的人員 他們都是白衣天使 他們都是以救人為宗旨 他們亦都會全心全意 服務新冠病人 他們不僅在本身的醫療機構 大部分都是內地廣東的三甲醫院 服務 而且亦都有經驗去過其他地方 參與抗疫工作 包括武漢 所以這次來到香港 我想他們的團隊 亦都看到他們自己在哪裡發揮 能夠最幫助到香港 這是內地團隊來香港最大的目的